认识一下这两支队伍 现在坐在我右手边的是 正方川普辩论社 请坐 作为介绍 好 谢谢主席 大家好 我是正方一辩 田卫晨 大家好 我是正方二辩 周云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正方三辩 五月起 问候在场各位 晚上好 我是正方四辩 刘宇 川普辩论社 问候在场各位 好 欢迎你们 请各位坐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 反方南方科技大学 议论队 请坐 作为介绍 大家晚上好 反方一辩 南方科技大学材料科学工程 马晋国 反方二辩 南方科技大学 生命科学友谈判者 反方三辩 南方科技大学 空间物理 刘宇齐 反方四辩 南方科技大学 化学 航潮 请代表南方科技大学 变成队 问候在场各位 好 谢谢 欢迎你们 请各位坐 梦想是人珍珠 弥足珍贵的词物 作家王小波曾经说过 所谓伟大的事业就是要让自己的梦想成真 在现代社会 仍然有许多年轻人 将会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着 但也有人认为天赋不足的平凡人应当要活在当下 不要盲目的去追着梦想 所以我们今天的辩题是 正方应该鼓励天赋不足到怀揣梦想的人去追着梦想 反方不应该鼓励天赋不足到怀揣梦想的人去追着梦想 好 现在我宣布本场辩论在正式开始 好 首先进入到开篇理论阶段 有请正方应该发言有请 好的 谢谢主席 感谢在场的各位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来探讨梦想 这个辩题有几个关键词 鼓励 天赋 坚持和梦想 鼓励是一种尊重和认同 是一种积极而且正向的态度 天赋是一种天生的 不需要后天的培育和锻炼 就已经优于一般人的能力 梦想很简单 每天都去做一点 而坚持是每天都去做一点 而梦想呢 他带有的梦会有的缥缈 很高远 很私人 也很美好 什么样的人会面对今天这样的问题呢 天赋不足以让他在追梦的路上 走得容易的人 也许他已经坚持了一段时间 感到有些困难 有些迷茫 所以会来问你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人 我希望大家在回答的时候 先考虑下面几个问题 第一天赋和梦想的实践之间有没有关系 有天赋梦想不一定就能实现 天赋不足也未必实现不了 沙仲勇的故事大家都知道 那个天赋一禀的孩子 最后落得一个令人叹息的结局 因为他的天赋让他的追踪之路走得容易 而这个容易反而成了他的绊脚石 著名的全西运动员邹世明 就是爸爸去哪里面宣宣的父亲 他的天赋可谓是不足的 连他的教练张良伟都说 他的臂展至于他的身高太短了 根本做不了一个优秀的拳击运动员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 独撞了海盗式打法 以点数取胜 连续两届蝎联奥运会的冠军 摘得了大小无数的奖牌 他的不足激发了他的潜能和创造人 最后反而让他成就的梦想 根据伟大的成败归因理论 我们知道 如果你把成功与否归结为天赋足与不足 很可能就会消满掉你后天努力的积极性 反而得不到成功 所以天赋足与不足与梦想能不能实现 并没有必然的隐形 第二天赋和坚持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有天赋的人坚持起梦想来 当然是更容易的 但我们坚持一件事情 难道是因为它容易吗 不是 是因为你需要它 它对你重要 坚持梦想本身是很困难的 但你在坚持的过程中 不断地反复地去做一件困难的事情 你就会收获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 你就会提升自己充实自己 也许最后梦想并没有实现 但你至少收获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你坚持的每一步都是有意义的 因为坚持自有其价值 想想那些在残奥会上拼搏的运动员 他们的坚持难不难 难 但他们的坚持值不值得鼓励呢 值得 第三点 鼓励又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促成一次成功吗 不要这样想 太局限了 也太功利了 梦想不一定是用来实现的 它可以是用来被无限靠近的 梦想是生命里的一道光 是起明星 地平线 是年和系之外 宇宙浩瀚的位置 它不断的吸引我们去探索和征服 也许我们一生都抵达不了 但是当一个迷茫的人站在你面前 你的鼓励也许就推动着他 更接近自己的梦想 让他的人生更有光彩 而你自以为是的客观 你自以为是为他好的劝说放弃 可能就消息了他生命的光 作为一个没有梦想的人 我本人是非常羡慕 并且憧憬那些有梦想的人生的 我们相信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所有的时间都值得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有请港币飞面 恭喜 好 谢谢主席 再到各位 今天我们现在女性要鼓励 鼓励 就是鼓舞不勉励 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行 从对方所说今天我说我支持你 我尊重你 我说我告诉你今天你边论不行 但是我觉得你其他方面可以 还能叫我鼓励你去把边论 我们要不喜欢 天赋就是人生女生巨人的某种才能 是有法做受定改变的 今天就允许我将变形中的天赋 故伏去去掉 我们来思考一下 好 这个变形已经变成我们前一生的共识 我应该去追踪共产 对方所说的 我们应该去追踪他的梦想 而且我们应该鼓励和支持那些被梦想 鼓励的人 但是今天我将天赋故伏在四十四代加重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有讨论性 我们发现情况很不太一样 好 那我回来 我们再回过来今天变形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今天关键有这样一个人 他说他的天赋 他的天赋不足也是个确认的事实 我们该会给他去坚持呢 我方认为 我们不应该给他去坚持 第一 天赋不足的人 在追梦路上 需要付出代价 为了承重 我们让我们想一下 天赋在追梦路上扮演什么的角色 一个天赋不足的人 和一个有天赋的人 在追求梦想的时候 会有什么不同呢 追求梦想的时候很恐怕 他需要付出高的时间 和金钱承论 当天赋不足的人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要发给天赋足的人 高度多的成分 而且还不一定能够达到 和天赋高的人 天赋足的人一样的成就 所以我不鼓励一个天赋不足的人 去追求这个梦想 是因为他需要 不太高的成分 第二 我方认为 一个人在这个领域没有天赋 并不等于 他在其他领域都没有天赋 比起鼓励一个人 在自己没有天赋的领域 去看不到希望的鼓励支撑 我们更希望努力他走得擅长的领域 做得有天赋的追梦者 一个人的梦想是可以改变的 梦想 当想要讲 梦想有没有高低贵贱质分呢 一个人在音乐方面的天赋比不高 但是他可能对数学不到敏感 所以他可能会成为路线的快捷 但是无论如果他成为快捷 而且还是成为成功的音乐家 对于他来说都是成功 所以你其实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 无不支撑 不寻找一个自己擅长的领域 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每个人都有擅长的领域 可能是音乐啊 可能是数学 也可能是厨师 但每个人的梦想 并没有高低贵贱质分 我方认为我们更应该鼓励 每个人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 发生发肉 人尽其才 最后让我来想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鼓励一个人 去做他不善想的事情 究竟是一种善举 还是一种我们 欺验式的自我感动来的 当一个人有天赋的时候 我去鼓励他 让他进入了很多 不能以为 不能牢牢的自信 如果他成功 我则是在他迷茫之中的 遇到贵人 如果他没有成功的话 出头的时候 好像与我也没有太大关系 鼓励别人 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鼓励别人做什么事情 做什么事情 就是决定的他本身的性质 大家都会有自己的梦想 如果您坚持 我方会尊重您的选择 但是我更希望 您能找到自己有天赋的领域 规扫自己的天赋 而未来天赋不足领域 自我怀疑 呼呼支撑 诸照所述 我方坚定 为您的认为 我方 我们不应该鼓励一个天赋不足 那我会随着梦想去坚持 谢谢各位 好谢谢 非常感谢双方的一变的一个调理 清晰的发言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一对一的公变阶段 每对的总时间是五分钟 将每一轮的公变阶段 公方的提问时间是一分钟 变方的回答时间是一分三十秒 好现在首先有请正方二变选择对手 我请 呃那我要请反方二变 反方二变 呃您好 首先我想明细你的概念 跟您确认一下 一个人天赋不足代表 代表代表这个人没有天赋 不代表 那是他代表 他在追求梦想呢 付出了成本集合 他追求梦想的代价是非常成功的 好我想请问这两个表 您说 是不是天赋高的人 所付出的追求梦想的代价就更小 从整体上来 我们觉得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因为天赋它起来就是一个 减少你努力什么的一个作用 您说这不是天赋的作用 那你告诉我天赋在那里上 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 对啊 对啊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天赋越高的人 代表他越能成功 天赋是不是我们成功的一个 必要的条件 哎他他他对方便有的意思是说 我们把天赋当成一个唯一条件 我们没有用错 他提高努力提高坚持 我们觉得也是要的 就是说商中勇这个人呢 他不努力 然后他没有成功 我们是认同的 但是但是如果你没有选择 你坚持下去 会比一切有天赋且坚持的人更难成功 我想请问对方没有 今天您方判断我们是否应该 一个人去主弄 是不是唯一的标准就是 何者更容易成功 这是您方的标准吗 不是更容易成功 是更能 更能让他以他他该付出的代价 实现他该应有的价值 那请问您所说的应有的价值是什么 如果一个人追逐自己的共享 实现自己的价值 都不是自己的价值 而是属于您方所说的追求成功的话 那何者才是您方认为更高的标准 首先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没有觉得成功是很俗的东西 首先就是我想这里说的是 人是可以换梦想的对吧 我现在我曾经想当太平人 但是我现在不想把这个我觉得 那个大现实 而我势力不好对不对 我现在换梦想 我好像做一个辛苦学家 我在为这努力 您告诉我为什么我这个比 当一个太平人 听起来更不好 好那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人他已经说了我有一个梦想 这个时候他没有说 不对 你应该去干你散场的事情 您方是这个意思对吧 看到没有 他只说到说 这个人有一个梦想 他不去体现 是不是 如果我们只说一个人有梦想 要不要鼓励他 我们一定鼓励他 但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变体 它可以存在 为什么今天我们有好多的价值 就是因为天赋不足 它确实是你追求 你跟其他的所谓 它确实是会让你付出 非常大的成分 还看不到那些希望 但是同时我们知道 你有别的更好的东西 可以走对不对 我们说一个人 你调查到了中国嘛 你不是只有在一刻说 让Bio说 为什么你不能去 找一个自己 适合的领域上做梦 对吧Bio 大家看一看 对吧Bio已经偷换了一个变体 一个人 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目标和梦想 但对朋友们说 这个目标因为你比较难 所以你要追逐一些 自己所散强的事情 但今天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他追逐你散强的作为过程 你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能让自己是无法满足 对方没有说 好 谢谢 好 接下来有请 反方二变 选择对手 有请 有请反方二变 好 谢谢 好 请问你几个前提 首先 呃 这个坚持 你说每天做一点 然后鼓励是尊重的认同 对不对 呃 对 我鼓励他 就代表我 请问 请问 如果我要鼓励这个人 但是我坏你 没有我觉得你行的意思 能不能说一声鼓励吗 呃 当然有部分是代表 我觉得你行嘛 所以我才会鼓励他 因为我们说天赋不足 我们俩这个人没有天赋 我们今天一个人 遇到这样困惑 代表他在往这的方向鼓励的时候 他有一定的困难 这个事情比较难以达成 但是我们今天所说 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不是因为一个事情难做 而是因为我觉得追求自己的梦想 如果能比我去做一个擅长的事情 取得成功 给我大概更大的价值和满足 这才是我追求梦想的原因 好好好 不是说 我觉得自己的大书 这个梦想 鼓励不仅是尊重的可以 他一定要传它去 我觉得你可以 我觉得你能行 这才能够鼓励 第二个点 您刚刚提到说 梦想是一个非常 秀术的东西 它是一个理想化的东西 请问我们活在梦里 还是活在现实地 我们是活在一个人 要活在现实当中 但是我们大家想要 这个社会 难道我们还已经不够现实吗 今天我们的社会规则 我们的学校 我们在导师教育我们的时候 我们每个学生成长的时候 什么样的分数 读什么样的学校 什么样的学校 赢什么样的工资 对吧 这个难道已经不现实吗 我们这个社会 恰恰缺少的是 告诉年轻人 去追逐自己梦想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圈导 和这样的价值啊 难道对外面 您刚所说的这些意义的权衡 这一些价值的判断 难道我和这个社会 大家都懂吗 我想这个 我想再说各位 我们每一天都知道 这些现实的情况 和律遇的全球 但我们不知道的是 当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有没有人 能够在我们梦想比较挣扎的时候 给我们一些福利 这是我们需要的 好 感谢教育们 没有像我们论证的 今天的现实会 暴地有可能是现实的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现实的社会 以此为起来 才讨论 然后再请问您的问题 叫做 您刚刚说 那个就是 我比起去就是 做一个我更擅长的东西 追逐 就是监视一个我不擅长的东西 您觉得这个更高尚 为什么 为什么更高尚 因为在这个情境下 我已经找到了 能够实现 做我驾驶的东西 吗 梦想这个是 能够吗 是大量级的 要量级的 您上午讲 能够吗 这个能够是怎么能够出来的 因为我已经知道我有了后想 要每天做这个事情 不会有叛徒 有希望 知道 好 先刚刚已经见到 谢谢 赵刚还有时间 OK 对方六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梦有最大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 基于一个现实社会的考虑 对方六说的三个点 非常美好 因为他们在幻想 我们这个东西 有创业一定可以成功 大家都喜欢听 主席人家的这个故事 大家都喜欢听那种 什么平凡人产生的故事 但是我们现在 也浪费了年华掉了 多长辣的时间的精神 好 谢谢 时间到此 好 谢谢 接下来有请正方相变 向反方相变提问 有请 谢谢 对方美容您好 您刚刚一直强调 鼓励的意思 他行我才鼓励 对不对 不是 我方的意思是 鼓励就传达成一个意思 我觉得你可以 所以这才叫鼓励 如果我说的话 我说 你今天打变论不怎么行 但是你很聪明 我这是在鼓励你打变论吗 明解不是 我一定要说 我觉得你打变论打得不错 这才是在鼓励你打变论 对吧 所以对方美容是不是 不行都不鼓励 不是不行都不鼓励 都可以鼓励 我们今天不就是要探讨他不行 但是我们决定要不要鼓励 这个不行的人吗 所以对方美容是不是 行不行你都可以鼓励 对都可以鼓励 但是鼓励不行的人 他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这就是我方的事 对方美容 对方美容 一个人今天如果阅读障碍 他特别喜欢读书 你要不要鼓励他 如果 如果他的梦想是做一个作家 或者是做一个就是 博物选家之类的 我会建议他放弃 因为这我不大可能实现 他可能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花在读一本书上 但是他依旧失败 做不出一个作家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劝 这些天赋不足的人 去找不到自己真正的天赋 在这个领域发光发热的人 所以大家发现了 在对方美容激动的 行与不行的论证之下 我们否定了海文凯乐的存在 他是一个双目 是一个人他最后成为了一代作家 我想请问你 你是鼓励还是不鼓励 你知道有多少个龙亚人 做不成海文凯乐吗 你看到成功做上王冠的那一个人 你看到有多少人 跌在底下变成尸体吗 对方美容是论证 这是因为一种不鼓励的态度 才使得很多人 都成了两感的态度 对不对 其实并不是我们不鼓励 是因为他们天赋不足 很简单 我今天对方没有说 我只要坚持不想 就可以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我考研考了三年 这三年的过程中 我实现了什么价值 我做体越来越手练了吗 实际上这三年 苦苦之中 并没有任何价值 直到我换了一个方向 考上研究生 这个时候开始做科研人 是不是才开始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这就是我才要找到一个 蒙屎面人的价值的领域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失败乃成功之母 这是一种普遍的坚持 才让你走到九二方向 如果像林峰这样 你行不行来认证 我们应不应该鼓励 我们扼上了爱迪生 我们扼上了海伦凯乐 所以在那个天赋不足的时候 他仍有梦想 应该比他去坚持 为什么 这是一种坚持的他力量 这是一个考研坚持 最后让你走向成功 虽然不是原本的那个方向 但是我们图上的研究生 对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应该坚持 而鼓励那些追梦的人 谢谢 好 谢谢 下面有请 但是我觉得都应该鼓励 没有 错 都应该鼓励 他看到的只是我现在 成功的在学实验物理 他没有看到我在理论物理领域 苦苦坚持三年 没有任何收获 对方没有我今天 我再相信我对方没有 你一方的判断 判断标准 是不是就是能实践自己的自我价值 不是的 我刚认为梦想非常珍贵 我的坚持本身这种行为 也值得服务 那么对方没有 我做一个理科非常不行的人 也没有什么理科思维 在我考70分的时候 我的数学老师是不是应该鼓励我 放弃数学呢 对 今天对方没有数学之卡 如果今天对方没有 您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数学家 我相信在座的所有老师 都应该劝您放弃吧 您更适合做一个文学家 因为您的天赋在这里 您做数学 您可能坚持十年二十年 你没有成功 这中间的坚持 虽然可能让你有收获 但是绝对不如您在文学领域 做了一个目线 对您的人生价值实践的更大 对不对 所以大家发现了 今天最终没有 就是有成败的一种 只要他在那个领域 能够获得成功 我们就应该离他去那个领域 而不看这个个人领域 也不看这个坚持运动 对吗 一个两个事 是不是应该帮助自己的学生 发现自己感兴趣和善良的东西 没错 最后面我真是一名老师 如果今天我的学生 他出去去考70分 他来问我 老师 我想做这个树水家 我应该跟他说 你去吧 就是一个残疾人 他说他擅长体育 您作为一个老师 您有没有这种想法 去帮他发现他其他的兴趣 而不是他不死不再兴趣 我想对方便 可能没有太关注我们的残奥会 其实按照对方便 有这样的逻辑 所有只要有身体缺陷 所有只要有智力缺陷 所有哪怕任何一方面有缺陷 让他无法到达体验的人 我们都应该不鼓励他 因为鼓励等于说你行 等于把他推向身边 但我刚不这么认为 今天如果有一个学生 他怀出来梦想 他过来跟我说 我就是想成为一个数学家 没关系你去吧 也许在这个坚持的路上 你发现很真的 与你的思维不太好 你可能会放弃 但我更认为 这种坚持本身 就带给他很多成长的力量 我们能够这么多玩热气的人 这么多画画的人 他们难道全都能成为画家 全都能成为音乐家吗 不是的 但他们注目美不美 我们认为美 我们认为应该给他投入鼓励点声 应该 所以在这么多人来深圳书城 展示他们才艺的时候 我们才要去鼓励他 才要去肯定他 才要去坚持 鼓励他坚持梦想 谢谢 好 谢谢 请多多做 好 接下来有请 这方二面或三面 进行公面小结 有请 好 谢谢准备大家好 首先我来明晰一下 对方的一个概念 对方说 其实今天天赋不足 就代表这个人不行 这是对方没有已经设了一个判断和结果 对方没有说 什么叫鼓励呢 鼓励就是说 我行 其实对方没有 其实在定义过程中 已经论证了这个变体 何必再让论点部分 来支撑自己的论证呢 因为这个本身 你一方偷换这个变体 已经是不可论证了 你要说一个不行的人你行 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变体 一个矛盾的句子 第二点 对方没有今天所谈的是 他们的价值观是 当我们遇到自己天赋不足的地方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应该寻找 自己擅长的领域去努力 但大家可以看 他们贫害 为什么你要去做擅长领域 因为擅长领域 你更容易成功啊 但大家想想看 一个人成功 是不是靠天赋就够了 或者天赋是不是必要条件呢 我方不这样认为 我觉得这是我们双方很重要的一个风起 我方认为 即使是谈成功 我们认为 热情 梦想 坚持 比天赋 来得更为重要 我想这个社会上 很多优秀的学子 很多高材生 他们进入了各行各业 但是我发现 很多很多人他们的工作能力 会来的时候会发现 甚至一如品实学校 那些中等水平的学生 为什么 是因为很多中等学历 或者中等水平的学生 他们追逐了自己的兴趣 或追逐了自己的梦想 这个时候 可能才激发出来的兴趣 和热情 热情和兴趣 才是只因我们坚持 而取得成功的追逐 好 谢谢 时间到了请播放 好 时间到了请播放 好 下面有请反方的二面 或三面进行公编小节 有请 首先对方给我们扣了个报道 说我们区解这个变体 其实对方才在区解这个变体 对方今天其实在谈的时候 我们应该鼓励 怀穿梦想的人 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谁不知道 坚持梦想 都会应该鼓励 但是今天有个前提是什么 天赋不足 这个正是我们要讨论的 就是这个人 他追求梦想好像不太行 好像要遇到很大的阻力 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不要鼓励他 我们今天不正式要讨论这个问题吗 对方没有完全不看这一点 所以说坚持梦想 可会值得鼓励 我方承认 但是这样的话 我们为什么还要考虑 天赋不足的四个字 好吧 回到今天的问题 其实我听了暗场 我终于知道 对方没有问题在哪 他的问题很简单 他们太天真 天真到不需要 考虑坚持梦想的成本 他们所谓的坚持梦想 但是我今天来书场 演奏一起吉他 我今天来书场 看一本烹饪方面的书 这就叫坚持梦想 但是对方没有 什么才叫坚持梦想 我放弃了两万年 两万月薪的工作 然后我住在地下室里面 苦苦考了三年研究生 我都没有考上 我为了坚持一个论物理学家的梦想 这才叫坚持梦想 我为什么要坚持 你可以转做物理 实验物理 这样会轻松奔波 你也可以发光发热 但是我不信 我搓搓了三年 这三年 我究竟实现了什么人生价值 做了什么发光发热事情 没有 直到我更轻的自己 转向了实验物理 这个时候 我在真正开始 做会有变化的事情 发光发热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下面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本场变论赛 最续一看点 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一个环节 自由辩论环节 每个队的总时间是五分钟 首先 有请正方便有发言 有请 刚边有先弄起一个问题 坚持梦想 是不是就准备了成功 会一定 但是说我们说 你坚持梦想如何成功 完全不考虑成功 好像没有成功 也没有成功 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段说没有坚持 一定不能成功 我们没有说过这个话 我们说的是什么 没有坚持成本 坚持成本的成本 一定导致的话 最大的代价就是 我失败了 对方便有论我们 成功不俗不俗 但我反问你 失败这件事情 行不行 失败也不俗 但是你要看你 失败之前 收购了什么 你不是说 哎呀我考试是考杂了 这不叫失败 像我方三天 您告诉我 您怎么补出他的三天 如果是他在你的鼓励之下 这个坚持的三天 你的三天是不是浪费人 再回到我刚刚有问题 我们没有说过 天数不足 追梦就一定失败 但是我们说 天数不足 追梦一定很难 成本很高 代价很高 你需要付出数十倍的努力 这种案件方怎么补出 今天听了对方三面的这个例子 我非常感动 但是如果说我是您的朋友 在您考第一年的时候 我会跟你说 加油 我会鼓励您的 我想在那个艰难时刻 我讲如果我是一个朋友 我想你听到我自己鼓励 你会很开心的 其实我会这样做的 我当我知道他贴部署的时候 我会遵守他选择 但我会鼓励他去做 来请问您 今天我之前想 当有科研工作者 但是我现在想当个文学家 我知道我在科研方面 贴部部署 请您要告诉我 为什么我坚持科研就是对的 我选择都不会有错 两个都是对的 您的每一种梦想 只要你怀插它 坚持它 我们认为都值得鼓励 对方一直在跟我们强调一个困难论 是不是只要困难就不值得鼓励呢 对方没有说 今天我的东西要是不给换的 对方没有 当然可以啊 我可以同时有好几个梦想的 那所有对方没有说 我们这个事情上 所有的社会 这个社会当中所有的困难 都完全不应该被考虑了 不是 就是因为我们考虑了困难 所以我们才说 要鼓励他 三眼坐在这里 看好像没什么事 假如我普普之中 考了十年没考上 考了二十年没考上 四十岁的时候 然后这个时候 一四五场还靠着家里的接济 您还觉得我坚持梦想 这个情况也没有问题吗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这个梦想坚持三年失败呢 你下一个梦想坚持五年 就一定能成功呢 如果梦想坏了坏去都失败 那是不是天赋不足 就属于不配要有梦想的呢 对 所以邀门有写到说 这个成功与好 这个确实是 我方已经承认了 我们从来没有说 我再诚恥一遍 我们没有说过天赋不足追梦一定失败 但是我那个问题 已经还没有回答我 我说天赋不足追梦的代价一定很高 我说要输出数十倍的努力 但只能取得一个平凡的成绩 这个观点您好像是任何承认 所以对方没有发现 他能鼓鼓纠结人之三年的考研失败 我想鼓励你正视他 面对他让他成立人之分的一个部分 另外对方没有 您说你现在是时间用得非常有意思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五年中有这大的困难 你一个时间会做不出来 做了五年还是不出来 你要不要继续去这种梦想 其实今天对方没有 首先非常感谢对方没有的鼓励 所以你们是我的好朋友 但不是我的良师益友 真正的良师益友 是让我们认识到我自己天赋到底在哪里的 每个人都应该认清自己 学着去认清自己的天赋在哪里 而不是自认为 我今天考失败了 这个体态拿了 明天考失败了 这个老实不行 后天考失败了 命气不好 一直找理由给自己开脱 而不去认清自己没有天赋的这个真正的事实 只有认识到这个事实 你才会适合去转向别的方向 去在自己真正有天赋的地方 发光满热 汉益友 我想告诉你 真正的良师益友 不是替你找天赋 而是为了告诉你 你此时没有成功 还不到拼天赋的程度 不要因为鼓励不足而去找天赋的原因 真正的良师益友 是让你找自己不过鼓励的原因 诶 实际上 他们没有好像把现在的变形 冲换成了 要不要不被鼓励不足的人 就是成功长 好像不是啊 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强调了 不是鼓道拼天赋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发现鼓励天赋不足啊 就是到这个时候才发现了嘛 对吧 然后彪彪彪彪 你刚提到一个例子叫做 如果我是你的数学老师 你是不是讨论很差 但是我还肯定做一个数学家 如果是小学老师这样做没有问题 如果我是你大学的威琪的老师 我觉得这样做得有点不大好 彪彪彪彪一直异乡情愿地觉得 只要我换一个梦想就能成了 所以我们不鼓励你坚持这个梦想 鼓励你换一个梦想 我想问一下 对方编友 郭靖啊 资质平庸铁憨憨 最后成了一代巨侠 你说他天赋是足还是不足 他是应该鼓励还是不应该鼓励啊 来 两位朋友 现在有这么多天赋评估的人 为何对付只有郭靖被您记住 所以他足够坚持啊 一个人开山上学十年学会 我们坚持他继续坚持 这种鼓励梦难道有错吗 先请对方便回答我一个问题 鼓励坚持和鼓励天赋不足的人 坚持梦想是一马事 我们鼓励所有人坚持 尤其是天赋不足的人 像郭靖这样的铁毯哈 我们特别鼓励他 为什么 因为对他来说更难 他更需要鼓励 而对他的鼓励更有价值 来 我今天决定独师 坚持贩毒 您爸是叫鼓励 因为您爸说了 只要坚持就要鼓励嘛 贩毒是一个梦想吧 您爸认为 梦想就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鼓励 所以您爸你要鼓励 你要坚持 对方便有您 那个是屈心梦想 不是梦想 对方便有 他就是屈心梦想 而您说的就是梦想 他之间就是那个 不可能 您能不能解释 如果说今天我们谈梦想 都是谈负面词 我觉得没有意义 我们今天谈中国梦的时候 谈到中国梦 我们就要把解释给一个负面词 对 对方便有能请问一下 先给我们会议成为 很有名的诗人 在西班牙上的表表情播 好了 我们不要纠结这个问题 违法干制 显然不是我们应该去鼓励的梦想 你不应该鼓励 我们也不应该鼓励 我们要鼓励的 都是积极向上的梦想 比如说郭靖要成为一代学侠 这个您不回答没有关系 海勒凯乐的例子您知道吗 我刚三辈说了很多遍了 您可不可以回答一下呢 如果海勒凯乐出现了 我欧归他 我赞赏他 我为他不写诗章 但是如果我有一个盲人朋友 他说我想说海勒凯乐 我觉得 我觉得你不好不要这么做 后面我可以看得到 我们再时间会看到个例子 叫盲童王太凡 王太凡同学2014年开始 Costing的触觉和听觉 学习小号 最终带领医学盲童 走向音乐的成功当务 我想请问您 这样的盲童 你应该去二山了吗 应该尊重一个人 代表代表应该鼓励这个人 所以这段电影是说 我心里尊重你 但是我表面上什么也不做 你这个比较不应该 你这种冷卧以对 其实对方没有我今天说清楚了 尊重不等于鼓励 我们尊重海勒凯乐 尊重那个盲童 尊重其他的一系列 取得成功的人 是因为我们知道 他们成功有多难 有多少像他们一样的人 没有成功 所以我们才不鼓励他们 做这件事情 而鼓励他们找到 真正有天赋的事情 在其他方面 为什么我换梦想就不高尚 一定要坚持这个 我做不成功的梦想 才叫高尚 所以成功很难 我们是不鼓励大家追求男的成功吗 海勒 海勒 海勒小时候 因为自己又忙又浪 他完全非常暴当 但是这时候 他是遇到了 一直鼓励他的沙利文导师 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文学巨匠的 所以按照对方同学的观点 是不是我先天有天赋不独的人 我就不太有梦想了呢 其实今天我们说的鼓励一个人 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是怎样 我们要考虑这件事情 对这个人的收益 还有他的成端 我们说尊重一个人的是怎样 他不计一切成端 做成的这件事情 打到推的很大 他也做成了 这种人值得尊重 但是 我们不鼓励我们的朋友 做这种事情 我们希望我们的鼓励 我们的朋友 但我们的鼓励下 能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 发光发热 而是一头再定的 不见底的深风 这方面有太自以为是了 你凭什么去替别人判断 他擅长什么 他应该做什么 你凭什么忽略 他自己真正的热爱和想要呢 我今天就是一个特别有天赋 但是我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画家 不可以吗 不值得鼓励吗 可以 值得 但是我们今天从他没有说 你想成为发光高 那还不能够 你不要通过 我们只是不鼓励而已 对不对 我把我们的一切说出来 你怎么做是不是 然后再请问一下对方没有 你刚才会开着开着点 我想跟你确认一下 就是你要鼓励世界上所有 就是很 你明明知道他所难做 但是你就是因为 你觉得他利用功最大 所以你就觉得这样 不会是一个家长的 所以其实我们发现了没有 对方没有用这种 不鼓励的这种眼神跟环境 造成了今天这么多的残疾 从他无法实现梦想 他们的盲童 你告诉我 他很难就代表我们 不应该鼓励我们 应该让他走 抵抗你最小的路径是吗 其实今天盲童 做成了这件事情 实在最弱 他不管他做成了其他的 比如说他从来在世界上 最伟大的老板按摩师 这件事情难道不高尚 不值得鼓励吗 对方没有 今天我们 对方没有 其实今天已经跳点 我们便提告诉我们 天赋不足 这是我们要讨论的前提 今天对方没有 却告诉我们 你怎么知道他天赋不足 对 我不知道他天赋不足 这是便提告诉我们 就得人天赋不足 请对方没有尊重便提 谢谢 好的 如果 像对方便有所说 成为按摩师 就是这个房子的梦想 我依然鼓励他坚持 如果成为海能 海乐是他的梦想 我也鼓励他坚持 因为我不像对方便有所说的 去成败问英雄 成我才鼓励 不成我就不鼓励 我们不认为这样是对的 我们认为只要你环穿梦想 哪怕你天赋那么一点点 我鼓励你去坚持 哪怕最后你成不了 但在坚持的过程中 你一定会有所收缩 其实一个问题也就是 今天对方便会跳回这档的问题 又开始给我们扣帽子 做我们成败的英雄 就还是对方没有很多问题了 我幻影都认识成功了 凭什么不要成功 凭什么就比你们来的一件 所以你一直没有给我论证 换一个方向就一定成功了 那不就对方便有 如果你认为失败都没有意义的话 那么夸速主日 金贵铁牌 代价都很大 你认为夸速精神 金贵的精神能够鼓励吗 今天对方便有 非常数多人一代 这个人天赋不足 就一定做不成这件事情 大家想想看 在我们历史长河中 有没有很多人 他的天赋被我们所忽视 被我们所看走眼的时候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 伯乐无常有 很多时候我们对一个人 天赋的叛递 往往全面这个时代 居然现代的情况 我们应该鼓励他 因为他的天赋 现在的主 但是天赋也是一个 第一个概念的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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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各位做 好 接下来有请 南翔老师向 正方 超普 辩论者提问 正方 我认为我们说的问题 就是 你们在辩论天赋 天赋不足的时候 这个天赋不足 是一个个体的概念 比如说在哪一个方面的 天赋不足 比如音乐或者舞蹈 还是一个整体的概念 就是整个人的天赋 都是差的 你们定义好了吗 怎么定义的 呃 南翔老师 您好 我们查到比较多的 心理学理论 呃 根据这个 多元智能理论 其实人的智能啊 不是单一方面的 人有很多方面的智能 譬如说他有语言智能 他有一个 呃 交往智能 他有各方面的智能 是一个综合体 那么也许一个人 在那个动想的时候 他是某个方面不足 也可能是很多方面不足 譬如林书豪 他虽然在普通人里面 他是一个 呃 相对来讲 比我们可以打一个 都打得好 但他在MV的门槛里面 肯定是个天赋不足的人 那么林书豪有共想要做MV的总冠局 我们应该努力他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 也许我可以画画天赋 但是我有努力 那么如果我想要接受的画画梦想 我希望我的朋友们都可以鼓励我 呃 如果说一个人 他的天赋不足 呃 我说的是大概整体的天赋 比较差的 比较弱的 当然也包括身体的心理两方面的因素 那么好 现在有两种品格 一个是脚踏实地 一个是套高骛远 如果给他来选的话 你认为他最好是选哪一种品格会比较好 呃 我认为个人认为啊 他应该脚踏实地去追逐风向 就其实我对人认为 套高骛远他带有一定的一种 所谓的不切实习惯 我不去为之努力 那么今天如果有画画梦想 我每天坚持画素描 每天坚持去辨认颜色 这是一种脚踏实地 但你说我是否套高骛远 我是的 因为我根本不会画天赋 我是这样的 谢谢 好 谢谢 好 下面有请刘云君老师 向法方南方科技大学辩论队提问 有请 我刚才听到的反方啊 对这个变题啊 你们是否定这方的提论 你们来否定它 来理论我们的论点 是不是这样 好 好 那就是说 我现在感觉到啊 你们在变得用当中 我所听到的 这个提论是否属于这样的 对该鼓励天赋不足 但怀揣梦想的人 去坚持这个梦想 最后这个梦想 要打个引号 换句话说 在梦想前面加一句话 就适合自己的梦想 是不是该这样 拍一下我的 平安老师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我们就查到的一些资料 这个地方是比较像的 就是人的天赋或者说人的智能是多远的 就是一个人可能在某一方面比较强 某一方面就会比较差 就是当然这个是相对来说的 就是有一些人他用天赋比较聪明 但是对一个人来说 他总会有强的方面 合作的方面 我们认为这个梦想和天赋 一定是对应的 就好像我的数理比较差的话 但是我想追求的梦想 是对于数理要求比较高的目楼 这样子的话就叫天赋不足的追求梦想 因为这样我们对这个变题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每个人的天赋他是有 就是很方便的 那你这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天赋不足啊 在某些方面是天赋不足的 在那些方面就是天赋很足的 也不是说一定是天赋很足 只能说他一定 每一个人一定在某一方面 是有善方念的 他可能还比他在这个领域天赋超级高的人 但是他一定是走这条路 就比他走其他的路和设计很多 那就是我再想问你一下 你认为天赋不足 只是某一个方便的天赋不足 而又是整体的天赋不足 可以让其他别人回答 谢谢老师 这个老师你好 那个老师讲的案个问题 是这样子的 因为其实我们的对方都打成了一个共识 叫做实际上没有一个人 他对所有的事情都认为不足 不可能有一个人他做什么不成 就是一事不成 我们觉得这样把这个天赋和这个梦想 对应起来的是一个比较适应的形式 就是说我想追求这个梦想 他要求的那个随时 我没有很具备 但是这个人不可能所有事情的所有数据都能具备 比如说我虽然这个数据方面很差 但是生活在文学方面就是有很不足的效益 我对股市就是很大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 他追求数据的天赋不足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对一个问题还是 换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 这样子 谢谢老师 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说你认为 还能找到天赋不足的人 我前提是天赋不足的人 就一定不能事先分享 我们这个言请说的 就是跟彪彪阿昌说的两个数 我们不说他一定不能 因为成不成功 他没有一个定处 不可能有人具备什么卡片 他就一定成功 但是我们说 当这个人 他与这个梦想相对应的天赋 他不那么同意的时候 他在读习这个梦想的朋友 一定要辅助远超强烈的心理的努力 一定要辅助远多的成分 他要辅助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精神 这在我们的看来 就是他白白努力 最后是我们愿意看到这个事情 当他告诉了一个人 就开始关于自己的 我们的心思维也来说的第一次 好 谢谢 非常感谢刘文菊老师 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本场面诺赛的最后一环节 总结陈词环节 每队的时间是5分钟 首先有请坊坊思辨 感谢主席问候赛场的各位 今天对方的论诺听明白了 其实对方在传达一个事情 叫你怎么知道这个人 他会不会成功 你怎么能说定 他永远都不会成功呢 这里想告诉对方一点 你知道什么叫性质者偏差吗 对方朋友今天很明显地告诉我们 因为这条路曾经很艰难 有人成功过 所以就去试吧 说不定你也能成为他 换句话说前面刀山火海 有一人过去过 所以今天当你在面对刀山火海 我跟你说 你虚吧 说不定你也能闯过去 但对了 你们是在做饱好备 因为如果他真的闯过去了 你们就会成为海龙凯勒背后的那个杀底文老师 而如果他没闯过去 谁会在意你是谁 谁会在意背后 鼓励他们让他们许款 刀山火海的人是谁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不鼓励 是因为我们在告诉大家 当一个人真的在迷茫 真的在觉得自己天赋不足的时候 我们要明智地跟他分析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分析他个人的长处与短处 帮他做出一个理性的判断 而不是一个鼓脑的 去穿搭他的一群热血 让他去做出一个可能不那么顺序的决定 换句话说 我们应该坐在旁边 可能会让他冷静下来 给他泼了冷水的朋友 而我们也不愿意去做一个老好的人 我们要承担这样的风险 因为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朋友的担当 今天这道题 天赋不足 对 我们有人能说自己天赋不足吗 有人能说别人天赋不足吗 都不能 所以今天这道面题 不是一道面题 它是一个受血实验 我们都知道 我们应该鼓励一个人去追逐他的梦想 那么今天这道实验题 实验题目就是 究竟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追梦想要多么艰难 我们才会劝一个人不要去追逐梦想 那么今天天赋不足 就是加在我们反光的第一立法 那么现在我来想想我自己 假设我今天是一个天赋不足的人 我在这部分上已经开始怀疑我走这条路 究竟有没有意义的时候 我会需要有人来鼓励我吗 当我来怀疑自己走 有没有这个意义走下去的时候 我可能就已经走不到最后了 我不是需要一个告诉我 你可以你可以的人 因为我已经歇慢自己的 这样告诉我自己了 我需要的是那个告诉我 你真的有价值 是你的价值不在这里的那个人 这是我的好朋友啊 我应该需要一个能够认清我自己的人 这才是我说的今天 为什么我们应该去做一个 不鼓励他们去做这样的人的人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朋友 我们也需要这样一个好的朋友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来想一下 人类社会真的是很多种 冰冰的碎片化的个体吗 其实不是的 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当中 会渐渐的推速洗净千华 获得一些成长 我们渐渐的会把自己的一部分 一点点梦想出让出来 寄缩在别人身上 我们会把自己一点点 关于美料城市的梦想 寄缩在这个城市里的公务员身上 我们会把能够破坏人类知识 编辑的一点点梦想 寄缩在科学家的身上 我们会把一点点 关于创造人类感性美学的想法 寄缩在艺术家的身上 而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也在承担着 很多其他人 对于这个社会某一个方向的梦想 这才是为什么 我们会去承认那些人的价值 为什么科学家在发现新的突破的时候 我们会与他们一起放呼雀跃 为什么教育健而在场上 投的金牌的时候 我们会与他们一起热泪 是因为我们心里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点点跟他们相同的小梦想 而他们去我们实现了 所以梦想真正的意义 不在于对方没有所说的那个目标 那个好像慌慌在楼上 成为某一个家的那种一句话 而在梦想背后 你对于这个社会某一种价值的认同 这是梦想真正的价值 所以梦想有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们心里一块金字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它重要 因为它真的金灿灿发光 引人注目 可是我们真的用那么 我们真的就不忍心 去把它分一点点给别人吗 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 把自己一点点的梦想寄扑出来 放到一个更适合 替我们去实现这个梦想的人身上 放到一个有天赋去做到这个人身上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的金字分享出去 也有人会把他们的金字分享给我们 这个时候我们心里的那一块金字 就不再是一整块金字 我们将它变成了一个金字的镀石 镀在了我们整个心脏的外面 这个时候 当你透过你的心灵 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都是金灿灿的样子 这个世界都是我们真正能够实现 我弄想背后价值的样子 这才是弄想最终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 留下来内化成为我们人生 一部分的意义啊 所以今天不要做那个老好人 我们做一个理智的人 做一个很够去金灿的看待这个世界的人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接下来有请正方次变 有请 谢谢主席 请为观众 各位好 我们中观全场都没有今天的逻辑主持是这样的 天赋足意味着更擅长 更擅长意味着更容易达到成功 所以鼓励 天赋不足意味着在这个领域 这个梦想里面你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我害怕失败 我害怕付出更多的代价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值得做了 所以我不应该鼓励他 倒不下来看第一条好人 天赋足的人他善讨这件事情 他就一定能达到梦想的成功了 众友从小出口成章 但是他的父亲没有支持他 没有鼓励他继续在魂缺这方面发展 而是带他四处到拜访的一人 南宋南朝有一个叫江烟的人 他从小天赋异禀 少年成名 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就平平无期 这样的人为什么从天才最后沦落为庸裁 什么原因呢 我说不起 但是我知道唯一有一条 就是他们天赋足的 这个梦想失败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不擅长这件事情 所以说今天林方说了那么多 还是就是 你作为你的好朋友 我怕你失败啊 我怕你在这件事情上 浪费太多时间了 对方才别说 我学物理学了三年 学了五年 我没有达到一定的成功 我是什么坏的路 我发现对我自己更好不好吗 可是我们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 谁学物理学了三年五年 在大学里面上上课 付出这么一点努力 就能够达到物理家这个梦想了 又有谁的梦想 能够那么荣荣荣荣荣的 想我走一个捷径 不付出那么多时间 我少付出一点努力 我不要付出那么大战就能够达成了 所以说今天要不要一直推论 推论到后面四面身上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说 啊我们要回归平凡 认清我就是没有天赋的那个人 这时候我放弃我的梦想 把我的梦想给别人吧 给那些真正有欠负的人 能做科学家的人 做梦吧 我就好好的做我一个平凡人吧 可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个社会缺的是平凡人吗 我们这个社会缺的是 每天下班以后好好过日子 有双双微博的人吗 我们更缺的是 你真正拿你所有的碎片的时间 都用来阅读 都用来做有意义的事情 你真的已经努力到拼天赋的时候了吗 所以对方没有今天跟我们说 我们要讲擅长的事情 这样我们可以少走一点路 但我却想和对方对我说 认定你心中的那个所爱 你不要看失败 你不要看付出巨大的代价 因为努力这件事情 为一个你所爱的事情 努力坚持 他本身就值得我们去鼓励 其实我今天很久没有打辩论了 但是我回到这里 是一个朋友他鼓励我 他说我很想再一次看到 你在这个场上发言 我坐回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当我看到王海东 马庆 南翔老师 我瞬间 我有种日泪迎光的感觉 我十年前第一次在表现大 把他跟这几位老师做品位 五年前代表川普第一次夺冠 也是这几位老师 今天我回到这里 我发现我那个变手的梦 离我越来越远了 就像对方说的 我在这场路上做出那种 我可能都打不到了 但是这一刻我觉得没关系啊 我坚持在了这里 老师的也还在 而且现场关注 我也相信 读书院辩论赛 办了那么多年 也一定有人坚持 每年的十一月来这里 听一场辩论 不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感受一下 坚持给我的力量 最后 对方没有跟我们谈到城市的价值 我也想到城市的价值 看到我们这个面积 应该鼓励天赋不足 但怀穿梦想的人去坚持梦想 我瞬间就想到了深圳的城市价值 我们这个城市 每年出台大量的政策 出大量的资金 给年轻人这里创业 难道我们不知道 创业的代价是巨大的 难道我们不知道 创业这件事情失败力极高 那成功力极小吗 但是我们依然坚持鼓励他们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城市 自己就是这样 被中央鼓励而成长起来的 我们的起点 就是一个南海边的小泥村 成长为今天一个国际的故事 而且在过去也有人跟我们说 你们根基不住文化沙漠 但是今天这个文化沙漠 马上就要变成一个 前车无数示范的城市 难道这不值得坚持 不值得鼓励吗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感谢这张的支持者 好 那么到这里 我们场上所有的辩论环节到此告一段落 下面有请五位评文老师 离奇拼议 若我们票选出本场辩论赛的最佳辩手 以及第二十届深圳读书院辩论赛的冠军队伍和亚军队伍 好 那么在此阶段 现场的所有的舞者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辩论赛当中 大家可以针对本场辩议一下我们的双方辩议提问 好 我要提问的同学可以举手示茗 好 给到第一个提问的机会 我们给到第四排举手的穿会衣的这位粉色衣服的这位女同学 对 这一位 第四排 好 请工作人员将话筒递过去 谢谢 你好 首先我想问正方一个问题 就是 我觉得很不合适 就是你刚刚说你本来打辩论就是你已经要不坚持了 然后你来了以后看到评伪 然后你不觉得我觉得这是在打个人的感情 他会群众人的感情 谢谢 好 谢谢 这个问题应该由我来问回答 陈先生很可能告诉你 对的 我就是在打感情牌 决定不就是应该打感情牌吗 第二个问题 好 接下来 可能我刚才时间有点暖 我没有把这个感情牌讲清楚 我觉得我坚持到这里不是因为我天赋很足 没有哪个辩许是靠着天赋意义去坚持打辩论的 我想读书院办了这么多年的辩论赛 也不是非要说把这个变热三块的影响力多大多大 而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觉得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坚持这件事情本身 他就是很有情感 他就是这种情感 让我觉得呢 我的青春很热血热泪瘾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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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提问机会我们给到中间的举手的这位小学生 对第三排穿效果的这位学生 好如果说平常参加变论赛了 应该对这位小朋友非常的熟悉 我想问一下反方思辨的哥哥 反方思辨 好 好 我们知道呢 这个刘邦呢 他在最早的时候呢 他只是一个街头小混混 不爱读书 然后还经常就是他才好色 最后他会上一个小小的关注 但是为什么他在最后呢 他在最后问世的时候 他出来对不对 受到了一些鼓励 像一些名将像萧佛他们的鼓励 而且他本身小混混都没有受到教育 他不爱学习 他天赋不足 为什么他最后能战胜出生于贵族 而且这个教育良好天赋非常足的项目 有些事情本不是这个年纪该知道 因为 是说 因为 对点来说这个故事 看起来是一个街头的小部分 然后这个反败为胜 然后克服自己的天赋不足 然后在一些人鼓励之下 做过成王城地里的很好 有无重点故事 但是其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没有一个人是完完全全直接喀赞的 每一个人在历史当中都会有正面和反面的情况 半句话说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当中 真正能不能成为英雄 有的时候 不完全取决于有别人的武艺 还有很多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你在长大 你会慢慢 慢慢知道这些东西 对 有的时候 通常的高度西的开是因为 说我只是就是这个 因为 说话我对看跑那些女生的 就是这些 这个 要求你 那也就是没有正面回答我 我说一下吧 我给你小姐 说到女生参加 所以想必须再联系到那个人叫做朱元璋 明朝还有文明你知道吗 我知道 其实说他一个人他能当上皇帝 他的天府不同事收盾 读过多少书 他的天府最重要是他的领导力 所以说今天他说今天我们不是说刘邦 他说没有读到书 比如说他见不足 那我会发现刘邦和朱元璋 他领导力特有非常非常强 你读个名识 如果就是汉式怀悦 你会发现他的个人美丽 他的领导力也非常非常强 所以在这个他从王出帝过程中 他的领导力就是他的天府 所以说今天他不是说 他有天不不齐在他 他的天不非常非常强 其实我们发现就在 因为你们说项羽他被我失败了 因为他说他他脑袋都很高 但是他不会去领导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项羽他多多老书 所以他失败了 他今天他不会领导人 我不知道你们 不知道我说的部分 我因为跟他有关系 好谢谢 非常感谢这位勇敢刺青的小朋友 好 接下来我们将提问的机会 给到后面的读者朋友们 后面读者朋友们 有没有要举手提问的 好 给到 给到 好 给到穿白色衣服的这位读者 好 好 首先感谢双方 正方百合给我们 今晚带来一个非常 非常精彩的辩论 我 我参加深圳独树越的这个 辩论赛呢 我也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 看了很多少 一时想要找到机会 今天 非常文性的 有这个 能够给到 给到前面的机会 所以我在此 非常感谢 双方赛的 组组组组组组织 去坚持梦想 那么在这里 我就有一个疑问了 自身身目不足 达成梦想的条件 也是非常苛刻的 那么这种苛刻 在无时不胜的情况下 它会无形的 给想要达成梦想的人 转化成一种压力 那么这种压力 该如何很好地去运用 或者说 它应该怎么样 适不适合去 把这种压力 转化为一个人在客户困难 前进时的一个动力 好 谢谢 谢谢这位读者 好 这方便所要尝试回答吗 好 感谢这位读者的提问 我来回答一下啊 其实你自己 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 就是把这个压力 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但是怎么样转化呢 其实有两种方式 两种路径 一种 就是你要问清楚 达成梦想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很难的 有没有天赋 天赋足不足 都很难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都很难 要不然它就不叫做梦想了 它就是一个小目标 对吧 第二点 就是不要害怕困难 什么叫迎难而上 其实所有看起来很庞大的困难 细化起来 就是每天解决一个小问题 你把它拆回开来 每天做一点点 每天做一点点 可能天不足的人 十年可以达成他的梦想 那你就花二十年 三十年 不要害怕时间长 时间越长 你的生活越多 所以你问我们怎么样 去把压力转化成动力 那么我告诉你 把所有看起来做不到的事情 拆开来 每天做一点一点一点的 你就做到了 再次感谢你的提问 好 谢谢 非常感谢 好 那又要举手提问的读者有朋友们吗 好 我看到非常多 我会给到 第四排 对举手 站起来的这一位 读者 好 请工作人员将话筒给给他 谢谢 大家好 我想问正方的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你们是觉得过程重要 不是结果重要 因为你们一直在说坚持 坚持其实是好的 但是没有的结论呢 我就总觉得其实会有一点点偏低 天赋不足的这个问题 因为天赋不足的话 你会更难达成结果 所以我想问 我想问的问题就是 你们是觉得过程重要 还是结果更重要 这位小姐姐不好 想办法听不知道怎样 就对 是这样的 就是我觉得坚持这个东西 真的非常重要 就譬如说 我是个老师 我教英文 我的学生学英语 就觉得老师背书好了 他看到一些课文 秘密麻麻 全都是认不认识的课 我做了他来问我 我说 这个太难了 我不背了吧 我说不行 你得背 那怎么背呢 我就想了 我就说 你可以尝试把音节拆开 拼音节拼读背背 可以 你可以尝试 用异曲去记忆 可以 你可以尝试 拆分逻辑框架 去背 可以 你也可以尝试 我先记一句 实在不行 因为把第二句记上 结合第一句一起再记 那么也许他要花很长时间 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讲 如果他飞到最后 实在已经花进全身力气 好 就是说 那我们到这里 我们再慢慢的飞 我们先到新的部分 但有的孩子很快 就是同样一片课文 我的真正方还在这 同样一片课文 他可能 就是六分钟就能飞下来了 那对于他来讲 难吗 真的很难 那我说要不反 在这个位置 但对于那个可能 要被六个小时的孩子来说 我鼓励他你坚持 所以我觉得结果我很看重 那么这个结果 对于我个人 作为老师来讲 是什么呢 第一 知识 他是否学到内容 第二 他的这个行为 是否是放弃了一种 很随意的态度 我很看重这个 那至于最后 背的质量 当然我要看 那如果实在不行 背不了 那我觉得我要 做一个内容 谢谢 好 谢谢 非常感谢最棒的内容 好 还有要提问的读者 有多吗 好 我看到非常多的读者朋友们 我们给到 给到 第一台的这位青春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B 我想请教 反方三变一个问题 今天的整场表现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一直说你坚持三年的时候 也没有成功 但是呢 我也有一些实力 就是我在马上的时候 我们大事业而已 一帮也有 他们也是坚持的 坚持了好几年 也没有成功 但是后来我在另外一个学校 去带这一点 我感觉到 我感觉到 有一个同学 他没有 基本上就不学习了 但是他考研就成功了 但是呢 没有 但是 我是想说 但是我们这些人 虽然考研没有成功 但是大家相互鼓励 大家一起去做一件 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一起去刻苦的 刻苦的学习 这一段经历 这一段 这一段大家相互鼓励的经历 真的 那我们 在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都是非常的一个 非常的心动吧 就是想想是一个 特别拿我的经历 我觉得 对方 我觉得上你三年 你能回答一下 难道这样的一个经历 不值得拥有吗 我回答 我就刚好想回答 就是 其实就是 首先谢谢你 就是我认为这个经历 当然很宝贵 我考年的这几年 就是对我的支持 对我的朋友 对我的支持 这些经历 每一个不能入年的日日夜夜 对我来说 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但是 这个财富 究竟能不能抵消得掉 我这三年 三年什么都没有干 脱产在家 甚至要靠刷信用卡度日 就为了考业的一个生 这个损失真的是能抵得掉的吗 我不敢试试 如果我毕业了之后 我直接去工作了 我现在会在干什么 我现在收入会是怎样的 但是我觉得 最起码不至于 让我副内医生 就再然后来一个 就自己学不进的研究生 就像你刚才说的 我感触很深 我认识有朋友 就轻轻松松 我从11月份开始复习 就考上很高的学校 我总统复习了三年 都没有考上一个 比他想要考的 还要差的学校 就为什么 因为他东西学一遍都会 那我每天要复习到两点三点 就一道题做审辩 我只能去努力的记住这个题的解题过程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题是怎么解出来 就像对方三面说的 他教学生的时候 有些人就是记得很快 有些人就是记得很慢 这就是天赋 我不能说像我这样没有天赋的 就一定不配去学这个东西 但是我只能说 这真的是一个很辛苦 而且看不到路的过程 但同时我又发现 我在其他的方向 可能会有好多一点点的天赋 我换了一个方向 我用了一名 就看不上了 而且我现在学的也比较轻松 之前我学的时候 就别人学两个小时的东西 我之前学物理 理论物理 我学两个小时的东西 我的社友 我是有学两个小时就会的东西 两个小时做完的作业 我要做到晚上三四点 都做不完 因为我不懂 就是学物理 就是我脑子不比较好 就很多时候 就是我觉得是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 当你第一次失败的时候 你会怀疑 哦 这个出起人是不是有病啊 出这么难的题 当你第二次失败的时候 你会怀疑 哦 是不是我运气太差了 当你真正再一次失败 你最无可退 找不到界头的时候 你才会真的认识到 好像是我真的不太想 就这个时候我才会想 要不要换一条路 就是你说的这些经历 当然我现在想起来 再在这个时候 再在一个很开心的时候 都想起来 哇 以前那些文案真是对我的断练 但是其实 怎么说呢 就是 到底他是不是断练 到底他对你收获多少 到底他让你多开心 其实真的 只有自己心里才知道 我可以笑容跟你说 我当三年过得 其实也没有多难过 给了我很多收获 很多精力 但是其实 如果再选一次 我真的很想第一年就好上 谢谢 好 谢谢 好 非常感谢这个读者 那场外的读者朋友们 有没有要提问的 可以提出我是一个 场外的读者朋友们 好 我这边看到有一位 读者的读者 好 请工作人员将话 我给给他 谢谢 首先 谢谢主席 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我想挑战 正方三年 他举出来的凯伦凯乐的那个 凯乐的这个例子 就我们听了很多 这些成功的故事 比如说 他怎么农亚人 就是成为了作家 主战家 但是我们要知道 他们背部有什么家庭资源 凯伦凯乐是一个挂带 就是你在想这个 呃 天不足不足 坚持的时候 其实要不要看 就是 那个人本身有什么资源 因为每个人 他们 就是追着梦想 有那个成本 但是有一些人 可以抛个实际二十年 甚至像凯伦凯乐 他就算生下来 是一个农亚人 但是他父母 有那个经济条件 去给他成为 那个非常好的 杀佑文老师 所以才可以 把一个农亚人 教程会读写 就是我觉得 这个例子 我觉得他挖的不够深 然后 就是看看他会怎么样回应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 我替我方方便可议一下 首先你说到凯伦凯乐 他是一个富二代 富二代这个条件 不是天父不足的 是他的外在条件条 所以说凯乐 就算是我们一个普通人 我们一个穷二代 我们在阅读写作这件事情的天父上 我们一定强于凯伦凯乐 因为他是一个连书都看不到的人 所以说我方举凯乐 这个例子 其实我们是想把一个人在一个梦想上 把他推到极致 他几乎可以算是没有天父的情况下 他还是完成了这个梦想 当然对方说很多的聋哑人他做不到 只有少数的人都做得到 的确啊 但是我们应该鼓励什么呢 我们是鼓励那个少数的敢于做梦 鼓励做梦的人 还是鼓励说更多的聋哑人 或是说有其他天父的人 就在社会上做一个重获的羔羊 包括我们今天很多场奥会 不是每一个残疾人 他都会想去参加场奥会 想去拿奥运冠军 这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因为本身维持梦想 他就是一个很冒险 而且最后能够达到梦想的人 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们原来愿意鼓励 因为梦想这件事情 他一旦达到 他给我们的人类 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礼物 希望我们可以来严厉反应 谢谢 好谢谢 非常感谢 参加思念好 我想直接就是在我印象里 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我们以前的学生 他有就是 没有办法走路 那么我们学校怎么样呢 我们学校为他设计了 残疾和促作和通报 所以其实对于你这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社会呢 比较更多的资讳 和更多的资源 跟机会 如果今天这个社会到了 能够让很多残疾儿童 都有机会成功的话 我相信这个问题 可能就已经不是 所谓的幸福者偏差了 所以我们应该去鼓励神社建设 我觉得是这样的 好谢谢 非常感谢这班相片 好 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王海东老师 为本场正在进行演评 掌声有请 好的 谢谢主席 好的 谢谢主席 我们这一场呢 刚才我们评委在后面 投了一个票 3比2 而且呢 我们每一个评委呢 其实这个天秤呢 都是在比赛的过程中 在进行一个反复的 一个左右的摇摆 其实在刚才同票 一票取手之前那一刻 其实还有好几位内心 都非常随时的纠结 我们特别希望这场 能够并面冠军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赛事的原因做不到 所以的话 必须要分出一个胜次来 但是我想说的是 的确没有失败者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呢 这场比赛呢 确实是本届协别人赛 最精彩的一场比赛 他当了决赛 在我家里的大场面 这下来与其说是赴棠 那道工说是 我们会把我们的 这个心路历程 这种天平不断搞 把这个心路历程呢 大家来做一个分析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场比赛 双方到底有什么样的发挥 你持一绕可能会 对不死的一案 这个面提按道理说呢 对反方是相当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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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都知道 深圳本身就是一座主动的城市 梦想在我们的座城市的发展中 起到值得重要的作用 对于在座的个人而言的话 或者说从一个常识的角度而言 追逐不如想 它一定是一个永远正确的事情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 这种变题 当然很不幸是因为 厂房超过了这个变题 所以我们必须让战略能够一场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偏差 所以我们注意到双方的 采取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战略 对于政法而言的话 他们的攻击性会更强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能够取出无数的势力 是关于所谓的天赋不足 但最终能够成功的人 从海龙潮到开始到国际 到周世宁 到垮富金卫等等等等 他们有非常多的武器 但是反方呢 他们也采取了很强调的办法 他们决定抱援守一 我死守住一个核心的理论 我们围绕他来进行一个防守反击 很精彩的攻击防大战 我们先来看一下立论 在立论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双方的解题 正方呢更加的充分一些 他对于这个题目中的几个关键词 都进行了一个很充分的一个解题 在这里呢 最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梦想的解读 他提到这是一个很私人的很美好的事物 这就意味着他们一开始把梦想定义为了某种价值取向 而并非一个特别现实的选择 那么可以说呢 这点是双方的一个理论的一个基础 虽然呢 正方呢 已经是社会人 但是他们选择了理想这条道路 而反方呢 虽然还是学校的在诸的学生 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条现实的道路 双方的所谓 相当的精彩 那么在正方的理论中呢 正方主要是阐述了天父和梦想的关系 在这里他们举的是伤力 伤重力 天父不足 未必就不能实现梦想 而天父足也会出现像伤重力这样的案例 案例是在太多之武器 对我们来说 这是这些事物败的事情 而与此同时呢 他们认为 天父不足在某种情况下 恰恰能够激发 且能够伤重力 第二他们谈起了天父和坚持的关系 他们谈到说 坚持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坚持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第三 他谈到一个 位于梦想的进一步的发挥 他说 梦想不一定是用来实现的 是用来无限靠近的 它就好像暗夜的一束光一样 到这的时候 我觉得天哪 看来这场可该有 可能是一边倒 我对正方的这个议论 实在是挑不出来 太多的次 尤其这个时候呢 正方有说了 我们一定 不要放弃我们的梦想 当这样的一个完整的 带有非常强烈的情感 狄乡主义色彩 无人确信的例如 一旦出现 我觉得反方似乎已经很难找到 一个抓手 如果那个时候 如果我们要投票的话 应该就是正方忽略的一个活生 还是我们来看一下反方 反方呢 只是简单的对要素 做了一点解体以后呢 它另辟蹊径 它是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以此来作为正常理论 那就是 既然不应该 跟天赋不服的人去坚持梦想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反方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方案 大概就是我们提到的 一场社会员实验中 我们必须要有的一个答案 就是 我们要去寻找 有天赋的领域 因为梦想是可以改变的 当这句话出来以后 我们的就开始 我们的天平就开始 慢慢慢慢地往中间走 我们知道反方找到了 一条政治的途径 而在这个基础上呢 反方继续谈到说 我们确实会认同 类似于鼓励的这样的善举 但是善举和欺骗式的自我感动 到底哪一个更符合 这样一个作为 在这个角度上 我们说 反方他也拥有了一个 在情绪上很重要的一个武器 不是反方提到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自己 一定要脚踏实地 我想呢 到这个地方呢 我们的天平呢 又已经回到了正中间 我们发现双方利润呢 都相当精彩 但是我们觉得 这个反方可能在利润这条 可以再稍微注意一点 是什么呢 我们在整体的传书中 包括我们的反方四变 在他极其精彩的 总结成词中 也谈到了一个 关于梦想分工的问题 其实我们是不是除了 从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情绪 逻辑方面 我们来问什么话题外 我们应该还有一个 很有名的工具 其实是经济学方面的 那就是一个良好的梦想 分工 我们其实是有助于一个社会 更加低成本 而高效运作的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 适当地再做一点加强 可能我们真的是无懈可击 而且会找到很好的 在后面去攻击正方的一个武器 这是双方的理论 那么进入到工变阶段里以后呢 呈现出了一个 因为变体的立场 而很清晰的一个攻防大战 正方呢 始终是处于一个攻击的态势 在这里呢 正方的两次攻变呢 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 它是设计了连续提问 来企图寻找到反方的逻辑褥动 比如说天赋不足 到底都没有天赋什么关系 那么天赋高的人 那么代价就小的话 那么何者更容易成功 是竹梦的标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正方是提出了一个话题 那就是成功到底在 我们竹梦的过程中 居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但是呢 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反方表现得也非常的优秀 当然这个话题 我们的坚定话题 反复的在强调的意义 那就是我们强调的 所谓的坚持梦想 不应该处理坚持梦想 前提一定是天赋不足 这叫做用一招 来抵挡对方的轮流的攻击 我们说在这一块 东方设计的巧妙 而反方呢 防守的也是非常的稳固和精彩 那么轮到反方攻击的时候呢 他主要提到的一点就是说 鼓励到底何为鼓励 一定就是说 我说你 我觉得你一定成功 这就是鼓励吗 我们到底应该是活在梦里 还是活在现实当中 我们到底应该去做擅长的事情 还是去做那些不擅长 而非要去做的事情 到底哪个更高效 这个是反方能够拿出的 为数不过的武器 韩帅的讲 但是我们注意到 郑方的这种防守 也做得非常精彩 他其实就强调了 他刚才在梦想立论的时候 他所坚持的一点 那就是追逐梦想本身 就是拥有价值的 他们同样用这样一招 看上去很简单 却极其有效的武器 阻塞一次非常指挥的防御 那么进入到了第三轮的攻变 我们知道郑方继续开始挖坑了 一个一个的扯前套 他行我才鼓励吗 那么不行的话 我们该不该鼓励呢 那么到这个地方 我们注意到郑方 他的例子很多 他这儿起了海伦海乐的一个意思 而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注意到 反方的这样的一个回答 那么其实会有很多人 做不成海伦海乐 这个恰恰就是我们刚才 在四面 反方四面在九阶层中提到的 所谓成功者偏差 我们只看到了那些成功的人 我们没有看到成功下面 还有很多很多死在半道上的人 不过在这个地方呢 如果我们仔细推敲一下的话 我们会觉得 海伦海乐的例子 包括后面郭靖的例子 听上去似乎是为正方特别的有力 但是呢 反方应该是能够找到很好的一个反制 比方说谁说海龙凯乐没有写作天赋 他只是看不见听不到而已 但他其实平意给他没有写作天赋 另外我们两边都在讲 他的那位家庭老师 也不是每一个不能够看不能够听的人 都能够请得起一位非常耐心的教育的学生的家庭教师 但是这个例子本身它是有他更独特的地方 他并不去被图面移 包括郭靖也是这样 的确郭靖是因为天赋不足 但是他后来成了一个武学大家 但是我们反方后来在自由面中也提到了 是啊 但是他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 或者是一个音乐家 各位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 把这一块再做一个强调 我们会发现 其实正方的这些看上去比直气壮的案例 我们都是能够找到反击的一个分析的 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工方的工变的一个小节 等工变结束以后呢 我们会觉得这个天赋还是在中间 我们依然不知道应该是分出来正方和反方的五块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自由辩论的阶段 我们注意到了自由辩论阶段呢 双方其实呢 高一举的就是关于理想和现实的打击 对于我们的反方 对于我们的正方来说 我们的核心依然是 我们的坚持梦想并不一定是为了成功 而失败呢 其实它也是非常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相信呢 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可能反方的一个例子 反方在工变阶段的时候呢 反方的三变以自己来取命 我个人认为哈 这个例子如果换成我来用的话 我会更建议这个案例放到四变最后的总结成词里面 使用个人的案例非常好 但是工变肯定它这个空间有限 我们没有办法特别清晰的 对这个故事能够有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了解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 关于自己的这个例子 依然正方比站在价值观上提出一个很好的反击方案 那就是一个成立叫做公布堂军 所有的努力 哪怕是作为理论物理学的三年的失败独立 但它都是有价值的 这三年并非是一张白尺 但是谢天谢地 我们正方四处在这一块 把它也放过去了 好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方的观点 第一呢 就是说我们要强调坚持 第二 如果梦想换来换去都是失败 那么事实不配拥有梦想 它在迟迟反方的一个核心 我们是真的要以成败来论英雄 同时呢 正方也提到 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资格 去替别人判断 一个人到底是否天赋不足 应该说正方的公式是相当伶俐的 但是呢 我们有评论会觉得 其实大家的姿态必在 再重新一些 我觉得这样的 你们凭什么会怎么样怎么样 这种措辞四处还是稍微显得 有点会太高 另外呢 正方二变呢 提到了中国梦 当然中国梦提出来以后呢 它我们也把很多时候反方 下来就乱说话了 类似于这样的可能 但也比较强烈的正式色彩 正式意义的词汇 我们还是建议在变败的 多并影响 那么我们的反方呢 我们一直在强调难的问题 到底我们有没有必要花这么大的代价 我们要去做一件也许成功率很低的事情 坚持不一定对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更清晰自己 更重要的就是 如果一定是一个坚持不了的梦想 换一个梦想的形态 我觉得在这一点似乎正方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一次反击的方式 但是如果发了我们 我们会说 当一个人他每天都换一个梦想的时候 也许是做不成奇的梦想的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的武器 可能会更加的精彩 四变听下来里面后呢 应该说我们依然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摇摆的一个方式 我们还是分不清楚 到底谁应该有名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总结成词 当反方四变呢 在进行总结成词的时候 我得承认我这位彻底的说服了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总结成词 他提出了关于成功者偏差 在理论上堵住了正方相当大的一个公寓性的努力 同时呢 更提出来说 到底应该是做好朋友 还是应该做粮食义友 粮食义友的话 总归是很难听的 但它是在一个现实的角度 真心为你考虑的 同时呢 我们要为这些所谓的美草的东西 漂在空的东西 我们要去拖一盆冷水 那么在这里方 他也提到关于出场梦想 关于一个分工的话题 他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这个话题 我们在前面多强调一下 应该会有更好的效果 所以说我提到反方的总结成词以后呢 我说言辞恳切入情入理 这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天平应该朝反方清洗了 而且我们所有的平原老师应该都是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时候 正方四面呢 又进行了他的一个总结成词 那就是天赋不足和代价更大怕失败 在推到不该鼓励 他在强调在所有的逻辑线上 反方是存在问题 同时他也在强调说 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鼓励的 其实到这儿的话 我们可以很精细地看到 我们正方始终是站在一个价值的幅面 在一个追求梦想的一个场面 去解决反方的这样的一个超级现实主义的方式 而且我注意到呢 反方正方的总结成词四面呢 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关于个人如何取历 我们注意到反方三变呢 是取了自己的例子 而正方的四变呢 也取了自己的例子 但是因为正方四变呢 是在最后的总结成词中 用一个比较宽阅的空间 来把自己的故事 自己的感触为为道白 所以这个故事的效果和力量 我相信呢 可能要比反方三变这样的一种方式 可能会更加恰当一些 那么总之呢 听完了正方四变的总结成词以后 我觉得我这天平四双又回到我们终点 所以才出现刚才我们在后面 决定比赛结果的时候 大家犹豫不决 左右为难的这样一种开始 但我们还是想说 这的确是一场非常非常精彩的变赛 这个时候我们要说的就是 我们要非常感谢双方 给我们提供这样的难度的机会 让我们能够聆听 我们深圳如此聪明的结束头脑 为我们送上了精彩的表演 再次感谢双方 好谢谢非常感谢王海东老师的精彩点评 下面我宣布获得本场变乐赛的最佳变手是 访方三变刘大王齐同学 恭喜 有请 好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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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王海东老师为最佳变手 分享 有请 好恭喜 好谢谢 非常感谢刘大王齐同学 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认论 请工作人员为最佳变手 我们的嘉宾可以留念 好谢谢 请王海东老师勾坐 谢谢 好 好经过了半个月的智慧交工 各支队伍强强对垒 各长变才 他们用自己的实际声音 展现了深圳日安乐独其余思考的形象 今天一共有五支队伍 获得本届深圳独树院辩论赛的风采奖 他们分别是深圳大学辩论队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辩论队 深圳新兴职业技术学院辩论队 深圳中学辩论队 玉才中学高中辩论队 掌声祝和他们 现在有请颇掌代表上台领奖 好有请 好同时有请深圳市委委办主任 马清老师 深圳读书院总委会办公室主任助理 深圳出版集团综合事业会部长 朱泽明先生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国家一级作家 柔原局老师上台为获奖代表 领奖 领奖 好恭喜这五支仓台队伍 好恭喜再次恭喜这五支队伍 好谢谢 好请 请过奖代表和颁奖嘉宾可以留恋 好谢谢 好 谢谢再次恭喜周围之队伍 好谢谢 非常感谢 好谢谢 请嘉宾过座 我宣布获得第二十届深圳读书院议论赛亚军的队伍是南方科技大学议论队 恭喜你们 好请获奖队伍上台领奖 好下面有请深圳出版集团 深圳书城 启华书业 人缩总部有限公司 顾总经理 财务总监 叶映宏女士 上台为获奖队伍颁奖 有请 好谢谢 好谢谢 新嘉宾和获奖队伍可以联练 好再次恭喜南方科技大学议论队 好谢谢 请业者过座 好 下面最激动人性的试图到了 我宣布获得深圳读书院议论赛互问军的队伍是 正方川普变论论 好恭喜 好恭喜请上台 请讲 好 下面有请深圳读书院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深圳出版集团阳飞委员 副主任 副主任 邱翰先生 上台为冠军队伍 团奖 有请 好 再次恭喜超普变论设论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请坐坐请邱总 坐 好谢谢 好 到这里第二十届设计队设计队设计赛的总决赛到此结束 再次感谢各位读者朋友们对我们活动的大力支持 我们明年再会 谢谢 在谈论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